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为什么有些人常常说 自己很辛苦 很痛苦呢? 今天我们解释想约伯记第 三十章 这一章我们看到约伯提到 自己的辛苦,被人 被神攻击的 苦境,他提到痛苦 哪几方面呢?他首先提到了 他被人藐视 甚至是那个 被藐视的人 藐视,就是那个最低下阶层 的人也藐视他 哇,非常的痛苦 也被人攻击 被人嘲笑 被人各种的 攻击领导,不单是 自己辛苦,整个家庭 都很辛苦 这是极大的痛苦 而另外约伯也提到了 他过去帮助了很多人 但是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没有人来帮助他 明明旁边人很多 但却没有人 是真正关心他 帮助他 他期待光明 没有想到 却落入黑暗 他在等候神 呼求神 却经历到神 似乎隐藏了 这一章 约伯提到自己的苦境 他提到 我仰望得好处 灾祸就到了 我等待光明 黑暗便来了 这一章约伯提到了自己 承受人的攻击 藐视 也承受神的攻击 进入非常大的灾祸 跟黑暗中 这是很痛苦的 但奇妙的是 我们看到约伯没有放弃 等候神 而神 也没有 离开他 即便他没有感觉 但神仍然同在 在合适的时间 神要安慰得着他 是的 当一些人常常说 自己很苦 有各种苦的原因 但我们相信 耶稣在实际上 所经历的 能够体会我们的苦 并且给我们盼望跟力量 让我们不放弃的 来到神面前 让我们用更大的爱 来帮助 神变孤单 受苦的人 我们来祷告 求主恩待我们 许多人在灾祸中 在黑暗中 看不到明天 求主给我们力量 知道如何陪伴人 让我们真的 等候主 尽力神给我们的安慰 跟盼望 谢谢主 祷告仰望 奉耶稣的名 阿们